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到五的认识里面当中的减法 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小朋友,还记得我们学的分与合吗? 请你从左往右依次填出方框当中所缺的数 来,准备 二可以分成一和 一,真棒 四可以分成三和 一 那五可以分成四和 一 继续 三可以分成二和 一 继续 五可以分成三和 二 那现在我们以四的分与合为例 能不能有序的将四的分与合来说一说呢? 前面已经有了,我们从一开始 四可以分成一和三 四可以分成二和二 四可以分成三和一 那你能不能按照这一个顺序也去整理一下五的分与合呢?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 学奥师带来了一幅图 请你仔细观察 请你观察 图当中 最后还剩几个气球 你是怎样想的? 那我们把这一个气球图完整的看一看 这一个小丑手里面 原来有四个气球 飞走了一个 还剩下几个 那我们把这幅图用我们的点字图来表示表示 来,摆一摆 原来有四个气球 飞走了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表示? 我们用虚线圈来表示 表示去掉 那还剩几个? 一眼就知道了吧 那在我们的数学王国里面 像去掉 我们就用减号来表示 减号就表示去掉 那我们把这一幅图完整的用算式来表示 那就是 四减一等于三 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这一个算式的意思 原来有四个气球 飞走了一个 还剩三个 所以用算式来表示 那就是四减一等于三 这里去掉飞走 我们用减号来表示 用手势来表示一下去掉的意思吧 去掉 飞走 好 来,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有了前面对减法的这一个简单的认识之后 请你看图 说一说 下面这一个算式的意思 仔细看 自己说一说 我听到了 有的小朋友说得非常棒 这个算式可以这样来说 原来有三只纸鹤 飞走了两只 海剩一只 那跟着学校师再来说一次 原来有三只白鹤 飞走了两只 海剩一只 你会说了吗 那再来挑战一下 请你看这幅图 说一说 下面这个算式的意思 仔细看 我听到了一个同学 说得非常好 是这样说的 是吗 原来有五把铲子 拿走了一把 海剩四把 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 给自己说一个大拇指吧 说得真完整 那再来 小老鼠 真贪吃 那你看到这幅图 也能够把 算式的意思 说一说吗 我听到了 原来有四块银干 小老鼠 拿走了两块 海参 两块 说对了吗 真不错 那现在 有了这些认识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这里 小松鼠在干嘛呀 对了 在吃松果 请你仔细观察 树上 还有几只小松鼠 在吃松果呀 你是怎样想的 那 从图里面仔细看一看 原来有 五只小松鼠 离开了三只 还有 两只小松鼠 在吃松果 那 请你想一想 看到这幅图 你能够用一道 简法算式 来表示出 这幅图的 意思吗 我听到了 很多小朋友 都非常快地 说出来了 是这样的吗 原来有五只 离开了三只 但还剩几只 我们的树上面 一看 就发现 还剩两只 那 我想问问大家 那这一个 五减三 等于二 你是怎样算出来的呀 我听到有的小朋友 是这样说的 老师 我是倒着数的 五 倒着数 三个 那就是 五 四 三 最后 接着就是 二了 是吗 从五 倒着数 数三个 海参二 所以 就是 等于二只 那还有其他 不同的想法吗 能不能 运用我们 前一节课 采学的知识 来解答一下 我听到了 很快反应出来了 我们看到五 就想到了五的分与核 是这样吗 五可以分成三核 二 二核三可以组成五 真是了不起 能够活学活用 那现在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运用 我们所学的分与核 去解答我们接下来 遇到的问题了 现在 请同学看一看 这一个虚线圈 是什么意思呀 对了 虚线 就是 去掉的意思 那 用我们的数学符号来表示 那就是 减号 那 你能够把 这一个算式 补充完整吗 那接着就是 原来有 两辆汽车 去掉一辆 那我们就减 一 海胜一辆 那就等于 一 是不是 所以 第一幅图的算式 就是 二 减 一 等于 一 接着 请看 第二幅图 这些小麦 这个虚线圈 表示什么意思 对了 去掉 那 那 在这一幅图里面 这个算式 又应该如何表示 原来有 五颗小麦 去掉了四颗 那我们就减 四 真棒 那 还剩几颗呀 一颗 所以 就等于 一 那 我们结合这幅图 把这个算式 来读一读 五 减 四 等于 一 好 再来 现在 请小朋友 用自己的方式 来 涂一涂 填一填 看一看 这三幅图 你能够 完整的 表示出 它的意思吗 第一幅图 第一幅图 看一看 薛老师 已经 做了一个 示范了 三 减 一 等于 看下面的图 薛老师 用 黄颜色 涂掉了一个 所以 我就 减 一 最后 还剩两个 没涂 所以结果 就是 想一想 那 剩下的 两个 你能够 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 也来 涂一涂 然后 填一填吗 小朋友们 看一看 这节课 我们 学习了什么 这节课 我们 认识了 减法 我们知道 在 总体里面 我们 去掉 一部分 我们就用 减号 来表示 你 掌握了吗 那 希望 下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 也能够 活学 活用 再来 继续学习 好 今天的课 就到这 下节课 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